唐三斩杀三只千军以皇后 他的实力提升了多少 是否已经超越曾经的唐晨 成为浩天宗第一大强者了 千军以皇的实力我们都清楚 别看他们几个的体型不算大 但是其修为均为九万年 三只和立可敌大名二名 那么在唐三击杀千军以皇三兄弟后 他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何等恐怖的境界 其实在击败三只以皇后 唐三并非想一举吞定三只魂兽 而是想着只吸收一只 因为他知道一举吸收三只的后果 即使唐三如今早已步入封号斗罗 但想一举吞定三个实力 堪比十万年修为的魂兽 反噬的后果他也不确定 不过由于三只以皇的尸体 实在套得太紧 因此唐三才开始阴差阳错地 吸收了三个魂环 这使得唐三的魂力 从原本的九十四级 一举提升至九十六级巅峰 要知道九十五和九十六之间的差距 乃是封号斗罗中最为艰难的阶段 提升两级魂力已经是顶天了 千军以皇三兄弟所带来的庞大能量 就连大须弥锤的霸气也难以强行制服 这股能量在强横不断敲击之下 才被挤压得完全融为了一体 逐渐被唐三所吸收 将其吸收以后不仅经脉经骨内斧得到了强化 而且身躯也因此得到了质变 其身体强度已经十分接近神级 甚至已经超越了三大爵士斗罗 达到了准神积水 唐三也正因为这一次的强化 在之后遇见已经成神的千刃血之时 才能勉强承受的助神的一个苦风 不至于被天使神的一个眼神秒杀 可以说唐三还得感谢千军以皇三兄弟